陈平安练个丹 竟照来上清神雷 把宗门的练丹房都炸没了 就在刚刚 陈平安再度进行练丹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手法 只是这次要练制的 是六瓶以上练丹 正常来说 必须出窍进修为 才有足够灵力提供 但陈平安的灵力 像取之不尽一般 导致他练丹 根本没有任何限制 没一会儿就练制完毕 正要开炉时 突然天上乌云密布 一道道雷击 劈到练丹房里 我雷个擦 陈平安紧忙闪人 他认出来 这是杜劫时的上清神雷 他没有哪个大能 在附近杜劫啊 刚跑没多久 只听见轰隆一声 整个练丹房都被毁于一旦 里面浮现出两颗金色弹药 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多久 陈平安见雷云散去 就找个新的练丹房继续练 根本没想过 自己刚刚练出了仙丹 还经受出上清神雷的洗礼 一举成丹 宗主殿内所有人看到此情此景 都吓得两腿发抖 平安宗老祖练个丹 还招来上清神雷 他们要是在练仙丹吧 还没等他们震惊完毕 只见两颗金色弹药 飘到真小面前 慕容公健壮微微一笑道 小两口收下仙丹吧 这明显是前辈赠予你俩的礼物啊 文言真小激动地拿过弹药服下 一瞬间 他的体质从肉体繁胎 达到了仙体 这一变化 让在场所有人都极为羡慕 要知道即使在仙界 只有仙门圣子 才有可能达到如此体质 真小的父亲真枪 更是看得两眼冒光 对陈平安的崇敬 已经达到了巅峰 当众人都在感叹老祖的强大时 陈平安刚好练完丹回来 此时他已经完美掌控 六级灵丹的炼制手段 只等半月后的炼丹比试了 正要和慕容公几人 打招呼跑路时 只见真小直接跪在他面前的 剥谢前辈恩赐 陈平安一懵 难道刚一会儿功夫 他俩看对眼爱上对方了 所以才感谢我的 念几次 陈平安微微一笑道 我也没做什么 小小的助了你们一把而已 无需如此 断星星是征服了陈平安这个老六 为了试探自己 连回首套都放出来了 就在刚刚陈平安和众人告别后 再次骑着黑龙回去 真枪望着他离去的方向 内心不断地在回忆死人的样貌 随后他惊奇发现 自己并没有像儿子那样 忘记前辈的长相 莫非我对前辈来说 是有利用价值的 院子门口 陈平安还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啥断星星和他地球的老婆 一模一样 只有三个可能 一 自己脑子进水了 二 俩人碰巧长得一模一样 三 就是他老婆和他一起穿越了 估计是有苦衷才隐瞒了身份 只有第三条才能解释得清 断星星一直主动白给的行为 想到这 陈平安脑子里已经有了应对方法 所以进到院子里道 星星 咱们玩个问答游戏如何 断星星虽是一脸古怪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想看看这货到底要搞什么 文言苏林也要跟着一起玩 一边去 大人的事 小孩别掺和 气得苏林抱着西瓜坑 随后陈平安快速问道 你书店的WiFi密码是多少 没想到断星星一脸迷茫 码 书店没码呀 陈平安健壮仍不死心 那你见过二维码没 你扫我我扫你那种 我只听过汗血宝码 二维码是什么码 见断星星还在装 陈平安觉得得换一个方式 回首 偷 下一句是什么 可惜断星星依然表现得十分单纯 一点破绽都没露出来 打击大力 这下断星星反应很快 恭喜发财 到这里 陈平安彻底失去了耐心 是你逼我的 东汉末年分三国 下一句是什么 快说呀 你是不是很想说 操操怒斩 敲碧罗 断星星内心十分无语 这小子最续看多了吧 当我没看过吗 继续装出一副懵懂样 此时此刻 陈平安已经彻底抓狂了 启动终极大招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 接呀 我就不信你忍得住 求求你接一下呀大姐 不然显得我像个憨皮 断星星微微一笑道 好了好了 闹够了吧 该做饭了 温言陈平安只好摊牌道 你是不是张雨昕 陈平安竟忽悠成功了断星星 原来她真就是地球上的老婆 张雨昕 就在刚刚 陈平安彻底摊牌道 你是不是张雨昕 断星星假装想了想 然后摇头表示不认识 刚转身要出门时 陈平安冷不丁来了剧 哦对了 雨昕 闻言断星星直接转头道 什么事 可刚说完她就懵了 卧槽 我的小丈夫可以啊 套路一环接一环 只见陈平安兴奋的指着 断星星道 哦吼 这下看你还怎么装 断星星叹了口气 最近变化太快 连这种低级错误都犯 随即一个响指 空间锁定 时光开始倒流 回溯到陈平安 叫她雨昕的那一刻 只是这一次 断星星转身死死的盯着她 面露凶涩道 好啊你 谁是雨昕 是不是外面有狗了 听着这话 陈平安懵了 我那个擦 这怎么和剧本不一样啊 不应该是我质问她的吗 现在被反客为主了 只好白白手道 你听错了 我刚叫的是星星 这时小混蛋探出头来道 没有呢 就是在叫雨昕 你个小混蛋 找臭事吧 闻言断星星冷冷一笑 转身就走 夜晚时分 陈平安看着 离她真正有一个 深味的段星星 唉 自作孽啊 只好哄道 那个星星 要么换个方向睡 此话一过 场面尴尬的 都可以扣出三十一听了 这时段星星转过身来道 平安 我只问一句 你喜欢我吗 那肯定喜欢啊 不然我为啥跟你一起睡 段星星没给她反应机会 继续问道 那你能忘记那个雨昕吗 这就跟老妈和老婆掉河里 先就哪个的问题一样 怎么回答怎么死 而陈平安则不想 违背自己的内心 表示雨昕她忘不了 但段星星她也很喜欢 不愧是修真剑的通景城 吃着碗里还要看着锅里 段星星听到这满意的答案 内心无比窃喜 过来 今天老娘要抱着你睡 陈平安嘴角抽了抽 说好的今晚要展现雄风 结果还没开始就输了 陈平安不再隐藏实力 展露出霸王色霸气 令整个皇城都充满道泽运力 就在刚刚先借第一炼丹师感应到 丹五皇国有洪泽气韵石降落 并有炼丹天才诞生 所以派自己孙子半月后前去查看 如果不错 就把对方带回来培养 与此同时 丹元宗门口迎来了一位贵客 金羽帝国的帝君 真枪 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招揽丹元宗 叶敏则有点为难 表示有位超级大能在本宗 需要半个月后才能决定是否搬迁 真枪文言笑了 自从他昨天见识过陈平安的无上大能后 认定这世间 除了平安宗老祖 没有谁配得上大能二字 虽然叶敏带路 想要和他口中的大能好好聊聊看 毕竟自己女儿刚嫁到平安宗高层 不看僧面 也得看看佛面 叶敏没办法 只好带几人来到丞相府 因为前辈答应过 今天来叫小明练武 刚来还没坐下 陈平安也正好赶到 这次出门 他特意带上小黑狗和仙剑 以备不时之虚 当看到真枪那一刻 内心有点小意外 莫非也和叶敏他们认识 正要上前打招呼 却发现周英平等人 面落惊恐 仿佛见到鬼一般 因为在他们眼中 这一刻的陈平安 如折心降临一般 周身铺满道泽运力 甚至整个皇城都已经被影响到了 而情况最为严重的是真枪 由于实力越强 看到的道泽运力就越多 此时此刻 他看到的是以陈平安为中心 整个世界竟是道泽运力 他敢相信即使前方无路 陈平安踏过的地方 就是道路 一鸣等人最快回过神来 紧忙上前迎接 内心无比惊喜 昨天前辈才和我们摊牌 今天直接不压制修为了 果然是把我们当自己人了呀 真枪看到这一幕 再次傻眼 他就是你们口中说的前辈 早说啊 我他没有脑子又没进水 和平安中老族抢中门 你们不带这么玩我的呀 陈平安散发出无尽的道泽运力 再加上本身爱装备的高人形象 瞬间把叶明等人吓得是头皮发麻 真枪更是差点跪下 因为不久前 他还打算找陈平安Battle下 但谁能想到叶明口中的大能 和平安中老族是同一人啊 再看看旁边那条狗 仔细感应下就会发现 就是昨天那条黑龙啊 还好自己没有出言不逊 一直客客气气的 不然前辈怕是早就把我给灭了 突然他想起慕容公说过 前辈的推演能力 旷古说今 强如天尊楼楼主 这种大陆顶尖势力大佬 都不过是前辈的棋子 就连先帝也是棋子之一 那今天他来到丹园中招揽一室 恐怕前辈早就推断出来了 所以才会在这里让我遇上 实在是高 没多久陈平安了解到 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认为半个月后搬迁对他没影响 况且去到帝国发展 肯定比皇国要好很多 所以笑道 哎呦不错哦 你们做主就好 这时真枪上前道 前辈 我觉得周英平兄弟很有皇帝气质 半个月后 必然可以扶他上皇位 您看如何 真枪这招借花献佛 玩的是真六 原来当他发现周小明 竟然是前辈的徒弟时 简直不要太吓人 还记得慕容公说过 霸天先帝的女儿 就是前辈的关门弟子 仅仅几个月 已是先尊敬修为 那可是在先界都能横着走的境界啊 而如今这位丞相之子 竟被前辈收为弟子 日后必将成龙 所以他决定往死里捧周英平 闻言 陈平安还以为是洪泽气韵时 给周家带来的气韵 也跟着点头道 哎呦不错哦 真枪健壮 也长叹了一口气 自己没有猜错 这就是前辈的布局 接着就和周英平他们称兄道弟起来 刚大水冲了龙王庙 即位莫怪 莫怪 这时周英平注意到小黑狗 正想赶走 忽然他镇住了 眼前的哪是一条狗 分明是条龙啊 陈平安带来的小黑狗竟然是条龙 属实把刚要赶狗的周英平给吓傻了 那不是狗吗 怎么变龙了 真枪紧忙上前道 龙兄他喝多了 请勿见怪 小黑狗当然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摇摇尾巴就走到一旁休息 真枪虽将昨天平安中发生的一切 巨细无疑的说了一遍 叶敏文言惊了 真龙都愿意给前辈当狗 你们说那狗头上的麻雀 会不会是凤凰 眼闭所有人到齐一口冷气 你别说还真有可能 另一遍 陈平安早就没和他们扯独子 来到后院教起周小明来 他发现这娃天赋异禀 教过的都能举一反三 所以准备把自己练丹心得写好 一并传授给他 接下来日子里 陈平安每天都会去一趟丹五皇国 看看比赛有没推迟或者提前 还会教授周小明练丹 发现这小子创造力极强 经常会有不同的想法出现 成功后就莫名其妙的来一句 多谢师尊提点 整个陈平安无比郁闷 我有提点他吗 这是在埋态我吧 很快时间就到了比赛日子 孙达业身为七品炼丹师 也决定参加这次比赛 只要拿下头筹 自己在皇国的地位就能巩固住 此时皇城街道上 有一位健眉心目的年轻男子 正好奇的盯着四周 好似在找什么人一样 此人正是仙界第一炼丹师的孙子 莫仇飞 奉命印仓修为来到丹武皇国 寻找炼丹天才 整一筹莫展的他 看到陈平安带着条狗在街上走 肯定是原居民 岁上前问道 兄弟打听个事 这里有什么炼丹天才吗 闻言陈平安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道 丹元宗最近出了一个旷世奇才 炼丹如炒菜 而且他还长得奇帅无比 玉树临风赛攀安 此话一过莫仇飞惊了 世间竟有如此完美之恩 竟忙问道 不知那位天才明晖 陈平安微微一笑道 此人名为真蛋腾 乃丹园中心境弟子 为什么说陈平安是最最最不要脸的人 连夏凡仙人都为他感到害臊 就在刚刚 莫仇飞得知此地有个炼丹天才 名为真蛋腾 顿时陷入迷之沉默 真是好名字啊 随后俩人越聊越奇境 知晓陈平安也要参加炼丹比赛后 莫仇飞无语道 兄弟 你原因期最多五品炼丹师 连参加门槛都不够啊 而陈平安则自信地笑道 我就是六品炼丹师 听着这话 莫仇飞满脸黑线 刚还觉得此人可娇 现在居然满嘴跑火车 你要是六品炼丹师 仙界的那帮炼丹天才 真的会现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正准备离去 便随口问了下对方名字 陈平安想都没想 微笑道 真蛋腾 说完便潇洒离去 留下莫仇飞一人在风中凌乱 我他妈 有点懵 让我捋一捋 这货就是那个炼丹天才 真蛋疼 你他妈刚一直在夸的是自己啊 有点脸好吗 但转头一想 万一他真是绝世炼丹天才 自己岂不是错过了 于是竟忙跟上 表示要一起参加比赛 陈平安感到很诧异 你也是六品炼丹师 现在这玩意是大白菜吗 满大街跑 说到炼丹 莫仇飞自信心就油然而生 不满真凶 我可能比你还要厉害那么一丢丢 说着这话 莫仇飞眼中闪过浓浓的自信 自己可是先见第一炼丹师的孙子 独门秘方炼丹如炒菜都学会了 岂是一个凡人能比的 没多久俩人来到比试点 叶明等人早已在此恭候 真枪见前辈到来 紧忙上去打招呼 这又让莫仇飞觉得自己没猜错 真蛋疼就是那个炼丹天才 大成妻修为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 一旁孙达业看到金与帝国帝军 镜和丞相走得如此近 再过两天 恐怕自己这地位真的要变地位了 面积此 孙达业私事做出某种决定 不是假的 陈平安禁用灵药炼出仙丹 一旁莫仇飞 惊得都丧失掉理智 这已经涉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了 就在刚刚孙达业和某个神秘人达成共识 交出了自己的身体使用权 神秘人笑道 你不用担心 单凭这副神区 老夫就能练出九品灵丹 文言孙达业也放下心来 交出自己的意识控制 随后神秘人看了一眼 天空中龙傲天等人 几个大成旗和一个地仙境 放在以前 他吹口气都能弄死一大片 不过这副神区实在太弱 先尽快赢下比赛再说 随即宣布练丹开始 陈平安健壮也拿出备好的灵药 一旁几个单元宗弟子都盯着他在看 那小子就是最近的天才真蛋疼 听说炼丹如炒菜 去你的 绝对是谣言了 三人成虎听过没 这就是典型 老子炼丹十年 从没听闻过有人 卧槽 那小子怎么就开始盖丹炉了 场上的莫仇飞也是傻眼了 这小子怎么比自己还快 突然天空飘来一层厚厚的乌云 而乌云之上 正有上青神雷在窜动着 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莫仇飞惊了 不会吧 先丹渡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孙大爷更是诧异 本来还想表演一番 这等比赛随随便便就拿下 结果自己还没开始 陈平安练的丹就要渡劫了 那还比个灯啊 龙澳天际人也是下傻眼了 前辈这是要一鸣惊人啊 竟弄来正儿八经的丹云杰 但这么做定是有什么生意 而在场的陈平安也有点懵 又有大能在附近渡劫 大哥别这么玩啊 好在雷杰紧象征似的 批了几下就散掉 陈平安竟忙打开丹炉 看一下情况 而一旁的莫仇飞已经感应到 里面的成品就是仙丹 我里个吊吊 这不科学 因为陈平安刚用的是灵药 怎么可能练出仙丹 即使他爷爷下凡 也不可能 一定是幻觉 一定是 但下一秒 丹炉里飘出两颗金色丹药 他胸口拼命起伏着 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陈平安用灵药练出仙丹 吓得莫仇飞都快疯了 即使他爷爷清零 也不可能做到啊 控制孙大叶的神秘人 也破防了 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湿海中的孙大叶懵了 你问我 我他妈问谁 不是你说自己练丹 天下无敌吗 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你他妈都是在夸我的是吧 但很快 神秘人冷静了下来 此子身上定有大机缘 待会我去夺了他 原因五层 老子吹口气就能秒掉 而场上陈平安 现在依旧很懵 因为他在书籍上看到过 自己练出的绝对是仙丹 我也太他妈强了吧 这时他发现四周都处于懵逼中 此时不装 更待何时 所以咳嗽了声道 咳咳 机操目榴 此话一过 现场更加寂静了一分 比起富山图书馆还要安静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音响起 任务完成 文言陈平安兴起不已 收起丹药后 走到龙澳天等人面前到 我来此处目的已达成 就不继续比了 待会儿丞相府见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提升修为 还想看看系统所说的 那个特殊奖励 众人见前辈都要撤 留着也没意义 想要跟着一起走 文言莫愁飞极了 紧忙跟上去 刚那一出绝对是奇迹 可不是大力就可以出的 如果没亲眼所见 他爷爷都不可能信 而孙达业看到陈平安的离去 知道继续比下去没意义了 一个闪身来到皇宫 他要在半个时辰内 突破到大城七 灭掉龙澳天等人 从而战陈平安夺取机缘 丞相府内 陈平安表示 未来不会再来耽误皇国 想跟各位告别 周英平也明白 此等大能 不是自己这座小庙能留住的 正要好好感谢下陈平安时 莫愁飞站了出来 他发现在座虽然一个能打的都没 但对于陈平安 有些过于恭敬了 再加上灵药 练出仙丹这等逆天之事 断定此人和他一样 是隐藏修为 随开口道 真凶 名人不说暗话 你肯定是隐藏实力了 估计早就看穿了我的伪装 咱们摊牌吧 一同解开伪装如何 闻言陈平安惊了 卧槽 你也在装吗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路上偶遇的这位年轻人 竟然是仙界第一炼丹师的孙子 就在刚刚 莫愁飞让陈平安一起解开伪装后 顿时四周的气氛变了 龙傲天预想到对方会问前辈情况 但没想到他也大有来头 陈平安也是惊呆了 我有个呆伪装 就一个视觉bug 不过装逼得装全套 随枪装淡定道 可以 你先 莫愁飞也爽快 刹那间 仙灵静的修为散出 气机完全不雅于当初的陈延明 我来自仙界 修为吗 仙灵静 闻言陈平安人都傻了 卧槽 又一个仙人 这年头仙界众人都那么有手好闲 一个个都往凡间跑干嘛呢 转身看了下龙傲天等人 虽然面露惊慌 但并没有很失态 证明自己这个视觉bug 肯定比他要强 况且一旁的小黑狗 连看都不看这边一眼 明显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货色 随意尝淡定道 不过如此 我还以为来了个仙帝呢 此话一过 莫愁飞有点不爽了 真凶 此言诧异 仙帝不可辱 有话等解除伪装再说也不迟 你这口气 莫不失 话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可不过 在这边 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不过 我还没说完 不过 我还没说完 不过 这口气 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看 怎么像个废柴 这货是我要找的炼丹天才 你要闭吧 见对方不信 陈平安招呼道 小明 给这位仙人上一课 好嘞 师尊 随即周小明当众上演了一场 一品灵药炼制出绝品灵丹的操作 卧槽 在场所有人惊了 这才半个月 前辈竟调笑出一个炼丹天才 莫愁非人都看麻了 这货炼丹手法怎么快赶上我了 要知道他从小经历过无数苦难 才达到现在的水平 而眼前这二臂近半个月就 不公平 完全不公平 另一边 脑补天团也在一旁疯狂脑补 前辈真爱神人 故意为莫愁非下凡目的 引出周小明这个徒弟 让对方带上仙剑 位列仙班 参加炼丹比赛 就是为了不那么刻意遇上莫愁非 你看这货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 前辈真是算无一策 周英平也在一旁老泪纵横 前辈领走前还不忘扶我周嘉一把 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啊 而莫愁非也同意带周小明上仙剑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想知道陈平安的真实身份 卧槽 这小子怎么还不死心啊 二臂吧 陈平安没办法 只好继续忽悠道 我乃仙人之上的无敌存在 你还不配知道 说话间 陈平安身上的盗责运力又更加浓厚了一分 吓得莫愁非差点跪倒在地 莫非前辈是来自那个世界 太强了吧 一旁小黑狗听着也是有点无语 主人说的确实没错 他是仙人之上的存在 但他也确定 主人现在是忽悠人的 随后陈平安担心待太久会露出破绽 所以告知众人想找他的话 就去平安宗找慕容公 说吧便潇洒离去 这时龙澳天上前道 这位仙人 你想多了解下前辈的话 我可以告知一二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今天做的所有行为 被一群脑补王硬是补闭环了 就在刚刚龙澳天见莫仇飞还没走 紧忙上去和他聊下关于前辈的一切 才说一会儿功夫 莫仇飞就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龙凤跟随 家里连个扫把都是神器 就连我们仙界前三的精灵仙气 都只配他拿来砍柴 还掌控天机 推演一切 自己从头到尾的行动 早已在这位前辈的掌控之中 最恐怖的是 霸天仙帝去了 也只配跪在他面前 而这 一时间莫仇飞根本难以消化这些信息 过了许久 他才反应过来道 按照龙兄的意思 我也是棋子之一 不是吧 这么邪乎 众人齐刷刷点头道 绝对是了 一旁西门城问道 仙人 请接受这个事实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遇上前辈的吗 文言莫仇飞开始说起 今天的际遇 我就是随便找身边人打听下炼丹天才 刚好前辈就在旁边 所以我才 卧槽 说到这儿 莫仇飞已经赶到不对路了 他呆呆地看向西门城 一副我悟了的样子 这时龙澳天上前总结道 答案不就出来了 前辈之所以参加比赛 是因为他知道你会来到此地 故意站你身边 引起注意 炼丹也是给你看的 吸引你跟着来丞相府 最终引荐他的弟子 而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为他捕路 说罢 龙澳天猛地指向周小明 此时此刻 周小明哭了 他真的哭了 师尊如此大费周章 原来是为了我啊 太伟大了呀 而周英平觉得自己上辈子 绝对是拯救了银河系 不然十个祖坟着了 都不可能有如此机遇 另一边 孙达叶趁着这段时间 突破到大城七 已经尾随陈平安来到森林处 正准备要动手时 突然他感觉到不对劲 卧槽 他不是原因五层吗 怎么现在是分神七了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在丞相辅作的一切 竟把附体的孙达叶 吓成麻瓜 就在刚刚 孙达叶突破到大城七 凭借手中秘宝 对付龙澳天等人 就是嘎嘎乱杀 结果还没到呢 就感应到里面有仙人的气息 吓得他赶紧躲起来 没多久 看到陈平安独自离去 嘿嘿 这下耶稣都救不了你 而陈平安根本没注意到 后面那老六 内心就一个想法 系统快 奖励呢 话音刚落 他的修为瞬间提升到分神一层 还附赠一个特殊能力 暴物 即宿主打败任何敌人 都有概率暴装备 如果用积分去加持 暴的概率会更高 灭杀的森林越强 暴的装备就越好 可把陈平安给高兴坏了 以后让仙剑和黑龙 把敌人打个半死 自己再上去补刀 发了 彻底发了 一旁小黑狗暗中传音道 大佬上面那个老六 怎么还不下来送 我好急啊 好想把他摁在地上摩擦 小垃圾笑道 主人没说出手 我们动起来 岂不是打他脸 一狗一剑还没说完呢 孙达业就已经燃烧起 精血跑路 此时此刻的陈平安 在他眼里 绝非表面分神 那么简单 之所以突然从原因到分神 是因为已经发现了自己 这个境界提升 就是警告的意思 念及此 孙达业认定陈平安 也是某个大能转世 或夺舍 跑 一定要无二命的跑 地面的陈平安 可不知道刚刚有个老六自行脑补 自己下起自己来 另一边 莫愁飞也带着长相父子 一起来到仙界的一间院子里 此刻 苏毅正带着新晋先帝 来到墨家炼丹 现在 仙界已经先进皆知 岳东来要称帝之事 霸天更是宣布 让手下十大仙尊 辅助他登基 岳东来很是开心 同时也没忘记 这一切是谁给的 突然外面响起一道声音 爷爷 我回来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在凡间遇到一个大能 是一个比霸天先帝 还要掉千万倍的存在 他还要把弟子交给我们培养呢 陈平安要结婚了 整个平安镇都知道 只有当事人一脸懵 这都傻跟傻呀 就在刚刚 莫笑见自己孙子口出狂言 竟说出遇到比霸天还要强的人 手里的茶都差点洒了 强忍怒一道 米月爷爷来了 哦对了 还有你刚说的霸天先帝也在 旁边两位 就是你带回来的炼丹天才 文言周英平带着儿子 上前拱手做一道 见过前辈 态度不卑不亢 净显男人本色 莫笑有点不喜 这俩人在凡间呼风唤雨 习惯了是吧 要知道这里是仙剑 似乎就给我握着 使龙也得给我盘着 正想下马威 直接一旁苏役 三步并坐两步 上前迎接到 两位周车劳顿 来来来 先喝口茶暖暖胃 月东来也紧忙倒茶背着 态度极为恭敬 这一波操作把莫笑给整懵了 你们俩一个前任先帝 一个现任先帝 给俩凡人侦查倒水 搞笑呢 突然他想到一个可能 莫非我那孙子说的是真的 而且霸天和月兄都认识此等存在 赶紧问起孙子这次下凡经历 听完后人都麻了 我那个叫叫 世间竟有如此存在 这时苏役也摊排到 小飞所说的那位前辈 我认识 在他面前 我就是一只蝼蚁如此之人的弟子 莫老哥 将来他的成就不会比我低 莫愁飞也是一脸得意 爷爷 我也是那位前辈的棋子 以后你动我可得掂量掂量 听着这话 莫笑彻底懵了 使先帝为蝼蚁的存在 而且还把弟子送给我 莫非要发展到先见 苏役见他还是一脸糊涂 笑着解释道 莫老哥 你现在也是前辈的棋子了 今天我们仨聚集在此 都是前辈算好的 平安镇上 陈平安打算在镇上逛逛再回去 碰巧遇上郎中 只见对方神秘兮兮的 把他拉到角落里道 陈先生 听说你要和段姑娘成婚了 我这有两瓶圣宝丸送给你 应该用得着 说吧 郎中还抚恤一笑 一副你我都懂的模样 听完陈平安愣了 丑为婚礼 谁造我谣啊 还有 你才需要圣宝 你全家都要圣宝 陈平安懵了 陈平安他彻底懵了 再得知是苏林造谣自己要和段欣欣结婚后 气得他瞬移回院子里 小混蛋出来 哥哥找你battle下 这时段欣欣走过来道 怎么和我结婚很丢人 这下陈平安焉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太快了 哪快了 都同居那么久 还不想给我个名分吗 啊这 都听你的 你说算 陈平安无奈妥协了 夜晚时分 段欣欣趴在陈平安身边 吹了一口气道 平安啊 成婚之前 有些事情是不是该经历下呢 闻言陈平安兴奋不已 老中医给的东西 这就能忧伤了 刚要策马奔腾之时 突然他感觉到头痛欲裂 脑子里浮现出几百万条金色锁链 其中一条叭哒一声断裂开来 下一秒他就晕过去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醒来时 陈平安发现四周都飘舞着金色纹路 之前看小说游写 先级强者可以利用天地之力进攻 莫非这些就是 随后他用意念操控起这些纹路 使出如来神掌 这一击如核弹爆炸一般 威力恐怖如斯 我的个擦 这就是仙人的手段 昨晚就脑子痛下 我就吊爆了 脑子你给我使劲痛 陈平安内心疯狂呐喊着 院子里段星星一脸无语 这货又飘了 早知道不解开一道封印了 不过他有些想吐槽的事 那不是天地之力 那是盗文 盗文啊傻缺 没多久陈平安一脸笑意走进来到 星星啊偷偷告诉你 我墙的没边 凡间无人能敌 嫁给我就偷着乐吧 说着时 陈平安头颅45度看向衡量 一副老子天下无敌的样子 段星星看他这鸟样很事无语 凡间无敌 在这院子里 你就是个垫底货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是吧 下一秒 陈平安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新任务开启 哦吼 来吧系统 看我这次把任务秒过 凡间 一个能打的都没 结果打脸总是来的那么快 系统无情提示到下个闯关点 仙剑 我那个擦 我刚天下无敌 你给我整去天上做任务 不带这么玩我的呀 陈平安终于开始磨刀霍霍 向仙剑了 就在刚刚系统提示下一个任务地点 仙剑 速食把刚得到凡间无敌力量的陈平安 给下场傻叉 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虽天下无敌 但去到天上绝对是个地中地 念及此 陈平安把黄金仙剑戴上 在肩上一笼一缝 保险直拉满 至少先帝不出手 嘎嘎乱杀 随着一道金光闪过 陈平安出现在一个房间里 床上还躺着一具女尸 我那个擦 啥情况啊 这时系统提示到 本次任务是你代替这已死之人 完成他的遗愿 此人名为赵献 是个女庄大佬 而且长得和陈平安一模一样 从小就全家祭天 获得被动法力无边 年纪轻轻就修炼到仙英镜 在即将成为家族圣子之时 突然修为暴退 短时间内竟倒退到分神一层 往后日子里天天遭人白眼 受尽欺辱 最后郁郁而终 看完信息后 陈平安不禁感慨道 兄弟你走得太快了 就这等梦幻开局 隔壁都吊打某天地了 妥妥男主命啊 一手好牌 打得稀烂 多人几天 外挂不就来了吗 或者来个老爷爷什么的 再吼几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系 末期少年冲 不就直接走向人生巅峰了吗 这时系统提示到 此人遗愿 是重新夺回圣子之位 得到同龄人的仰望 以获得家族认可 看完这医院 陈平安懵了 最赖贪子我来说 况且自己就分神一层 怎么可能短时间内 被仙界家族认可 唯一办法就是依靠撒小弟了 希望他们给点力 随后陈平安找了个地方 把赵县给埋掉后 准备到处逛逛 小黑狗贼兴奋 第一次来仙界 向乡下人竟成一般好奇 而火缝和小垃圾 则极为平静 他们当初都是被人追杀到凡间 一系列巧合下误闯院子 得到了机缘 如今他们的实力只要霸天不出 谁与争锋 而且即使霸天来了 看到陈平安也得跪下磕头啊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赵县这货在赵家 会树敌无数 每走一步都会有个人想揍他 就在刚刚 陈平安被召集到广场上 一位长老宣布道 半个月后开放秘境试炼 族内年轻人都得去 而且新晋先帝会清零现场 一定要好好表现 此话一过四周众人炸毛了 听闻新晋先帝最喜欢培养年轻人 前段时间还在凡间带回一些天才 清晋全宗资源培养 闻言陈平安欣喜不已 这不瞌睡送枕头吗 只要半个月后 我让小黑黑他们发挥正常 得到先帝的青睐 还怕任务完成不了 如果让陈平安知道 那几个被带上仙界的天才 正是战武王国那些队友 不知会做何感想 随后陈平安正准备找人打听下 仙界的情况 突然一个小嘎嘎出现在他面前 赵县 几日不见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陈平安听后不惊疑了 你牙会算命是吧 这都被你算到了 只是现在没时间和他过多纠缠 刚要溜 却被再次拦下 小子 忘了我说过的吗 见你一次 揍一次 闻言陈平安笑了 长这么大 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如来神长 小嘎嘎只觉得一阵风飘过 反应过来时 自己已被抽飞在地 差点晕过去 我那个擦 这么强 陈平安惊了 他盲猜这货大概是仙阴镜 自己可是差了三个大境界 奔向阳弓下跑路的 没想到直接秒杀 看来在天地之力的加持下 我可以越击战斗了 之前他也从精灵仙气那里 得知仙界的境界 共分四境 仙阴 仙灵 仙缘 仙尊 最后有一个无上境界 仙剑 仙剑 仙一人 那就是仙帝 这时他发现四周近的有点可怕 毕竟他一个分神一层 把仙阴镜的人一掌打趴 太害人了呀 莫非当初的照现 王姐归来了 陈平安健壮赶紧溜 等到秘境试炼时 再一鸣惊人 没多久他来到仙宝阁 准备买本剑法或者拳法武技 本着废物与狗不得入内的原则 就把小黑狗放外面 刚进去没一会儿 一位年轻男子走过来 咦 这狗 有点东西啊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被人误会 是心尽先帝 从凡间带回的天才 就在刚刚 孟凡云看到仙宝阁门口 有一只狗和麻雀 似乎有灵智一般 便走近忽悠道 小狗狗 跟我回家好不 狗狗给你棒棒糖吃 小黑狗看都没看他一眼 垃圾鲜音镜 还想忽悠我 孟凡云见被无视了 就想上去摸一摸试探下 这下小黑狗怒了 奶奶的 火腻歪了吧 敢碰你龙烟 随即一股龙威散出 仅作用于孟凡云一人 这下 差点没把对方吓成傻叉 妈的妈 我都完了 吓死宝宝了 孟凡云感觉自己 刚好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冷汗已经近视他的后背 强大的威压也就算了 关键刚那感觉 他很熟悉 龙威 是从眼前这只狗身上发出的 以前有幸接触过先帝的龙凤 他很熟悉这种感觉 难道眼前这一狗一麻雀 是先帝养的龙凤 这时小黑狗张口道 小子 不想死 就给我滚 声音一响 孟凡云再次后退几步 莫非先帝在此 与此同时 身后响起一道声音 兄弟 我的狗吓到你了 来者正是购物完毕的陈平安 此话一出 孟凡云懵了 你 你的狗 这货看着虽然有点眼熟 但明显不是先帝啊 就这长相 他要是先帝 我他妈就是神帝了 不过这分神一层的修为 绝对是假的 这要是真的 我倒立拉奥利给 陈平安以为是小黑黑 开口吓到对方 竟忙上前道歉 而孟凡云则还在无限脑补 传闻霸天先帝 把龙凤都留下送给 新晋先帝月东来 而对方也从凡间 带回一批天才培养 莫非他就是 面及此 孟凡云小心翼翼的问道 兄弟 您是否来自凡间 这下轮到陈平安盟圈了 我累个擦 这货怎么知道的 我暴露了 怎么办 怎么办 突然 他想到一个江湖上 经常听到的词 灭门 孟凡云见他面露惊恐 正欠幸自己猜对了 完全不知道 对方已经在思考 如何杀人灭口了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仙界竟有一个 让他发家致富的地方 就在刚刚 陈平安对孟凡云的杀意 一闪而过 想想还是些忽悠吧 不行 再灭口也不迟 那个兄弟 我确实来自凡间 不过是一位仙人带上来的 他很强 其他我不便多说 此话一出 孟凡云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猜测 想要为家族招揽对方 结果却遭到拒绝 理由是一加入赵家 随后陈平安就打算去战区 赚点仙金 因为刚在仙宝阁 他看到一样名为 仙魂墓的宝贝 可以很好帮助他 掌控更多的天地之力 但凡间的零食 在这里通货膨胀 贬值得厉害 仙界的硬通货是仙金 而赚取仙金最快的方式 就是去战区挑战妖兽 没多久 陈平安来到战区 发现这里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只要战胜同级别妖兽 就可以获得仙金 越级胜利能获得更多 以此类推 按自己现在分神一层的实力 能越级打败仙英镜高手 这不赚钱赚得手软 随即牵下生死状 先稳一手 选择越级对战 比自己高一个大境界的 合体七妖兽 后面偷偷跟来的 孟凡云健壮 吓一大跳 不是吧 阿瑟 他不像缺钱的人啊 难道是为了历练 要知道战区 也是有操盘的 虽然说是同级别妖兽 但万一对方放出 同级别的仙兽 也是能越大境界杀敌的呀 而陈平安签完生死状后 让几个跑腿休息区等他 自己则潇洒地走到战区中 一路上他也得知 这里还能买菠菜 压他输赢以获得仙金 早知道带个输人来了 因为自己稳赢的呀 战区看台上 观众看到陈平安一副柔弱样 纷纷下单 度他被打死 只有一人偷偷下了三百仙金 卖他活着 此人正是孟凡云 在他身边还有一只小黑狗 一脸和善地威胁道 龙爷在教你发财之道 待会儿见了我主人 就说这仙金是我借给你的 赢的都给我主人 听到没 好的龙爷 您说了算 小黑狗究竟有多会忽悠人 好好看 好好学 连仙人都被他忽悠瘸了 就在刚刚 孟凡云在小黑狗的威胁下 买了三百仙金在陈平安身上 随后更是耐不住好奇心问道 敢问龙爷 你们是不是仙帝养的龙风 小黑狗不懈地看了他一眼道 仙帝也配养我 文言孟凡云惊呆了 他们不是仙帝养的 卧槽 莫非是那个世界的人 小黑狗见这货开始自我怀疑了 便继续忽悠道 老实告诉你 我主人乃神界中人 现在夺舍到赵家一个小背身上 我那个擦 真的是这样的吗 孟凡云彻底麻了 整个人待在原地 仿佛见了鬼似的 火凤也有点无语 黑龙 你跟主人学多了吧 怎么也开始忽悠人了 接下来小黑狗继续给孟凡云洗脑 我主人现在缺仙金 但你要很顺其自然地给他送 不能太刻意 并且不能让他知道 你知道他的身份 懂不 天机不可泄露 做得好的话 之后带你去神剑 孟凡云听到这里 竟忙拱手做一档 感谢龙爷之典 内心无比窃喜 他家族可是城内首富 仙金什么的最不缺了 另一边 陈平安首次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时负责人孙晨走过来赞叹道 小友实力不错 要知道刚那一击至少递先进实力 让他不禁怀疑陈平安隐藏了修伪 不过赢一次可以 如果接下来陈平安继续参加比赛 小子赢钱输命 有听说过吗 真当我们是踢款机了